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脱皮换骨 近来整个县城接谈相议 大财主田良丢了 田良家字巨腕 平日喜欢打猎 七日前成交狩猎一马当先 甩开了随从去向不明了 最后一位见到他的是个信差 信差说当时已尽伯目 田良骑一匹神骏飞尘过 差点撞到自己 信差害得半死回过神来 那一人一骑已经深入老林了 因田良驱地肥大 那匹大顽马又极易辨认 是以信差大老远就能认得出他 此后再也没人见过这个田良了 这个田良呢 有一个独子 名叫田文青 寻了六天 还是没有父亲的行踪 于是他布下了告示 寻赏寻找父亲的下落 有找到者 无论是疾患植物 南昌女道也好 雅行的伙计县衙差也罢 都可种上三千两的银子 举线上下一片的废生啊 然而啊 又过了三天 那田良依然在爪哇国游荡 不见踪扬 田文青为人孝顺 急的是六身无主 亲率家仆遍地找他的父亲 这天呢 照旧是一无所获 田文青身心俱疲 其余马上心乱四马 父亲失踪已经十多天了 大概是遭遇了不测吧 不然何以又家不归啊 可陷阱既无贼道又无凶处的 谁会伤了自己的父亲呢 也没听说有什么仇见 再者说了 父亲与县属重官吏关系非常的好 哪个不认识我父亲的敢下自毒手啊 此时已出现境了 前处却有一庙 门口竖下扶着一个人 一扇蓝旅的 远远的都能闻到阵阵的腐臭 该是个讨饭的桌 田文青想了片刻 驱马来到这人跟前 冲的丢了一把大钱 问道 这汉子 我且问你 十天前 可曾看到个二百多斤的园外经过呀 那人骑着一头大马 年纪五旬上下 乞丐闻声 抬起头了 等到瞧到田文青 眼睛一亮 指着田文青乌直叫 好像挣扎 好像挣扎又起身 试了几次 却始终不能如愿 这田文青心里就嘀咕了 难不成这老乞丐知道我爹爹下落 于是问道 我说 你看到过那个人 这乞丐嘴里仍是一压压的 田文青 田文青思寸道 这老乞丐不禁两腿残了 还是个哑巴 那你可识字 乞丐忙点点头 田文青随身带有木带和笔以及纸张 就下了马了 掩着鼻子 单手递给老启 这老启该气喘吁吁的 战末写了几个字 武士辱妇 田文青勃然大怒 举手坐视玉山这老家伙儿光 终究闲脏啊 嘴里不饶 骂道 嘿你这老东西 故意来消遣我吧 若非你既老且婚 嘴牙腿瘸 我非赏你一顿鞭子尝尝 老乞丐呼的上半身一扑 抓住田文青脚脖子 田文青盛怒之下踢了他几脚 老乞丐毕竟年迈体衰 被踹到在地 嘴里还是呜呜呜呜的 嚷个不停 提笔又写了几个字 田文青本欲离开 但瞥见这老乞丐又在纸上涂血 不由的心里好奇 要瞅瞅他到底还要写什么 这一瞅不要紧呢 只瞧了两个字 不由的脸色大变 老乞丐写了六郎两个字 六郎是田文青的乳名 全因年幼的时候体弱多病 未免遭鬼神计 就起了这个名字 寓意是有六个子女人丁兴旺 容易养活 那个时候 家中尚未像眼下这般殷实 待田文青到了十二岁 家境见父 父母此后也没有再叫过他的乳名了 知道这个名字的 出了高堂至亲 愚者不过五六人 呼吁山鬼连人带马 拒备吃了 字字触目惊心 田文青哪里肯信 然而这字迹 却与父亲田良有八成相像 老乞丐似乎已尽尤尽灯枯 边写边传 田文青越看越是心计 中途纸张不够 又从绣带里掏出数张寻人公告 让老乞在反面写 老乞丐写得极简单 大帝是说呀 自己被山鬼连皮带骨 呼伦吞了 这个时候奔来一人 一剑射在山鬼的腰上 山鬼吃痛 撒腿就跑了 这人追了几十里 不断的射箭 终于把那山鬼给射死了 这山鬼仍是凶虎成精 近来解开封印 吃人解馋 所吃者会负在山鬼身上 成为奴仆 这田良是心死的 所以啊 来人如何射杀的山鬼 自欺倒是瞧得一清二楚 这人呢 又歉意的说来晚了 只是田良被吃 可惜肉身已毁 无法复活了 这人四处的张望 瞧见一老乞丐趴在庙前 奄奄一息 一拍大腿有了主意了 说这乞丐是个痴儿 没有神识 可是法术将田良的神魂移到老乞丐的身上 田良瞧了老乞丐一眼 不由得道歇一口冷气 这乞丐竟然是老熟人 射鬼汉子急切地说道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若再耽搁 那勾昏的黑白无常就到了 到时候就真的死翘翘了 按住田良不由分输 一把填入乞丐的身体 于是啊 田良就成了老乞丐了 而这老乞丐之所以两腿残废 嘴巴难黏 却跟田良有莫大的关系 田良打猎的时候 也不知怎么回事 每次无神收获 逃了路途 总能碰到这个吃傻傻的老乞丐 凡吃傻子见人就乐 全因出于本性 怕人们打他揍他 田良却觉得 每次见着老乞丐准备好事 搬在前 忍不住迁怒老乞丐 一马鞭 抽破老乞丐猴头 生态受损 成了哑巴 自此 倒是多日不见这惹人厌的东西 但数天前 田良打猎 手中凉弓 不知为何竟然断了 那利物受惊逃之夭夭 正心烦着呢 这虽神老乞丐又出现了 田良气不大一处来 驱驾 撞向了老乞丐 这牲口啊 破动人意 将老乞丐两条腿给踩折了 老乞丐疼得满地打滚 田良心满意族扬朝而去了 却不想啊 这次打猎自己被山鬼吃了 却再次见到这个老乞丐 天里循环 自己的神魂还寄居到了他的身上 幸得庙里有果瓜贡品 不甚饿死 但两腿已废 才能行走 父亲烧香的 多是不认字的善男信女 自己这副臭皮囊 还是个哑巴 难以开口讲话 也无处寻得笔墨 素质细情 两腿疼痛难忍 只得在庙中苟活 今日昏昏沉沉 清醒一阵 迷糊一阵的 爬到庙外 刚巧啊 就碰到儿子田文青问话 老乞丐洋洒洒 写了数张羊头小字 而会气喘吁吁 老赖纵横 盯着田文青 田文青目瞪口呆啊 这满纸荒唐字 着实难以置信啊 老乞丐又嘱咐几句 老乞丐又嘱咐几句 流浪啊 你需善待他人 莫学为父这般无情 若不是为父戏弄着乞丐 止气身残 为父极着此躯 仍能活个数彩 还想往些写什么 力气不济 昏了过去 这个时候 远处响了一阵马蹄声 那几个一同出来的家谱 策马而至 禀告道 少爷 父亲村落 已寻查完毕 赞无老爷下落 田文青一脸的沮丧 叠好纸张收起 吩咐众人 将昏厥老乞丐 抬到马上 诸仆不解气 也不敢问呢 一吩咐做了就是啊 寻到一家医馆 医治乞丐 老乞丐两腿生浓烂疮 并且入骨以身 嘴中没有醒了 半血趁腿去了 这县城终究也再无田良的消息 却说这田文青 子称副业 自此时之后 像变了个人似的 无论对下人 还是泛夫走足 据是客客气气 心存善念 实有行善 人们都说啊 他跟那个不知道死在哪里的附近 有天壤之别 一个飞扬跋扈 一个千功有礼 数年之后 田文青外出 失足跌入江里 被路人搭救上岸 捡了条命 田文青千恨万谢 那救人者 却大呼瞧了 说田文青 曾经资助自己 逃过一劫 这次相遇 纯属是天意啊 田文青瞧了半想 因为近年住人太多 着实想不起来 何时帮助过这个汉子了 你怎么做啊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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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